好接着我们要个别介绍每一种植物基数 首先第一种最重要的 生长素Oxin 它是第一个被发现的植物基数 它主要功能就是让细胞延长 一个植物细胞 让它延长 结果使精往上长跟往下长 而前面我们学过植物的结构 在哪个部分可以使植物细胞延长 就是在延长部 所以生长素主要是作用在延长部 而这个延长部 我们通常是在讲根的延长部 那金也是有延长部 只是我们不叫延长部 我们叫伸展的区域 好接着来介绍生长素的研究史 好首先在1880年的时候 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父子 就是天泽说那个达尔文 叫查尔斯达尔文 还有他的小孩叫法兰西斯达尔文 父子联手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利用叶脉的牙翘做向光线的实验 但这边的牙翘最顶端叫牙翘 其实是里面的生长点 就是金顶 他们发现在光线的照射之下 牙翘会向光弯曲 这光线的位置 正常的牙翘照光之后 往光的方向弯曲 那如果把这个顶端 就是把牙翘切断之后 就是把金顶的生长点切断 这时候它就不会向光弯曲的 就没有向光性 那如果用一个黑色的套纸 把牙翘盖起来之后 也不会展现出向光性 那如果用一个透明的盖子的话 又会展现出向光性 然后如果把一个不透光的盖子 放在金的底部的时候 金顶一样会展现向光性 所以达文副植的实验 结论就是 植物会朝向光 生长的向光性 跟顶端的牙翘是有关系的 接着在1913年的时候 科学家沾生 他做了一个实验 把这个牙翘切开之后 中间放了一个洋菜胶 就是果冻 这时候植物体一样会有向光性 那代表说 牙翘尖端会产生某种物质 可以透过洋菜胶 传到下面的金 而展现出向光性 那如果把牙翘切开之后 中间放了一块云母片的时候 这时候就没有向光性了 那代表说牙翘 产生的某种物质 是无法穿过云母片的 所以下方的金没有接受到某种物质 所以它就没有向光性 好 接着在1914年的时候 科学家拜尔他的实验证明了 牙翘可以弯曲生长 是因为尖端产生的某种物质 在其下部分布不均匀造成的 就这样子 比如说往这边生长 代表这个牙翘 产生的某种物质 在这个尖端的下方分布不均匀 往右边长 就是在左侧浓度比较高 右侧浓度比较低 所以向右边弯曲 接着在1928年的时候 荷兰科学家温特 也有翻译成文特 他进一步证明了牙翘的弯曲生长 是有一种化学物质所引起的 他的实验是这样子 把这个牙翘切掉之后 这个尖端下面放一个洋菜胶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牙翘所分泌的某种化学物质 就会跑到这个洋菜胶上 然后再把这个洋菜胶 放在这个切断处的右侧 这时候右侧 某物质浓度比较高 所以会往左边弯曲 那如果把洋菜胶 放在左侧的时候 会造成左侧浓度比较高 生长比较快 所以就往右侧弯曲 他不只做这样实验 他还这样子 如果在左侧地方 这个有某物质的洋菜胶 如果放比较多的时候 会弯曲的更厉害 在左侧 这洋菜胶放越多的时候 弯曲的更厉害 也就是证明了 左侧 这个化学物质浓度越高 左侧会生长的越快 也就是这个化学物质 浓度越高 相关性就越明显 这种实验的方式 我们叫做生物检定法 就是研究不同药剂的浓度 对生物 它生长的反应 也就是剂量效应 某种化学物质 剂量越高 反应就越大 最后科学家温特 就把这种化学物质 命名为生长素 生长素在希腊文里面 就是增加的意思 Oxyd 生长素 好 再来在1934年的时候 科学家 存化鉴定的 这个生长素 它是一种 银朵乙酸的化学物质 银朵乙酸 所以它简称 IAA 生长素 就是银朵乙酸 IAA 我们再强调一下 生长素 Oxyd 银朵乙酸 是生长素的 化学物质的名称 叫IAA 而银朵乙酸 这类的物质 在植物的生理学上 叫做生长素 Oxyd 也就是生长素 就是这个化学物质 银朵乙酸的 基数名称 而这个基数 生长素 它的化学物质 是银朵乙酸 IAA 再来在1936年的时候 科学家也发现了一些 人工合成 类似生长素 功能的物质 像NAA 奈乙酸 还有二氏 二氯本 羊乙酸 叫二氏D 它们都具有 类似生长素的功能 我们来看这里 有个氨基酸 叫色胺酸 它的结构 跟这个你看 银朵乙酸 乙酸就是这个银朵 这里多了一个缩基 叫银朵乙酸 它的结构 很类似 所以银朵乙酸 是由色胺酸 衍生而来的 而银朵乙酸 是植物 自然产生的 这两个 是人工合成的 可是你观察一下 结构跟银朵乙酸 都很类似 这边都有缩基 然后都有本环 第二点 我们来说明 生长素的特性 首先可以产生生长素的部位 就产生IAA的部位 而分生组织 是整个植物体中 生长发育最快的地方 所以经顶跟根间的 生长组织 会分泌IAA 还有新生的韧叶 也可以分泌IAA 还有种子内的胚 胚也是属于分泌IAA